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怎么还有个小漠漠啊 元祺哥哥说 外面有很多要抓我的坏家伙 这宁云山都变成一片废土了 应该不会有谁了吧 你是谁 干吗要抓我 你是谁 干吗要抓我 爸 你没事吧 阿玉以为再也见不到元气哥哥了 会的 没事就好 你可有看清楚方才那人的样子 没看到 那个人蒙着面 为何保住秦始宫啊 阿玉把火黄玉打碎了 我怕你生气 如今凤影已经回归 我黄玉的使命也完成碎了就碎了 你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阿玉知错了 阿玉 可是哥哥 你运山都碎成这样了 为什么还会有人啊 黄毅 阿玉 怎么可能 全火已经毁了 阿玉怎么可能破壳 阿玉 我这刚一苏醒 您就着急地赶了回来 想问什么 您便问吧 我向来不许琢磨别人私事 我向来不许琢磨别人私事 你想说便说 我可不会逼你说 让我加上后 当年将士之时 被大则山的古镜仙君所毁 千元散尽于天地 其中一份千元 露到了幽名界历劫 想来可能是 火风涅槃的本能使人 这千年里每一世的记忆 都保留完整 最后一世 我挑惹杜洁池 先人回归梧桐岛 就此涅槃苏醒 这神仙下凡杜洁 不算少数 却未见过这么个杜法 这哪里是杜洁啊 分明是变着花的淬炼心智 怪不得短短千年 你的性子 就成了这副样子 历世千载 人生百态 世间尊伪 也算都尝过了 如今这性子 虽然是寡淡些 不过 道已闪去了日后 月诗历练 给您添麻烦 这人间历劫 只能淬炼仙缘 你这一身半神之力 究竟从何而来 何况 你晋身神位 竟为降下雷劫 这也是闻所未闻哪 晋身 也并非得是雷劫 或许 在我历劫之时 就已经历过了呢 就已经历过了呢 方才是与世尊说笑 其实 我这一生的神力 我也不知为何 可能 就因为我运气好 也罢 我非生在即 你来继承凤凰之位吧 可我这才苏醒 这是不是太快了些 快什么 要不是你一直睡着 我早就非生了 这如今 也是拖不得了 那当下最拥紧的 那当下最拥紧的 就是先抓到 对阿宇不轨之徒 那木头上 有方才那人打斗的痕迹 我看了 它残留着妖毒 难道是妖族 有人要对阿宇不利 恐怕没那么简单 虽然方才没有看清 那人的容貌 但我感受到了 一丝残留的仙气 如今魔族的力量 已渗入仙界 此事也很有可能 是入了魔的先祖所为 莫 当初那笔账 还没算完呢 对 与其自责痛苦 抓住真正的作恶者 还阿宇一个清白 才是最重要的 你还在这 华 我去 乃 是 我去 很难